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这么有意义且开心的上路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14 by Wimitree International Forum I'm your today's host Nina Liu I'm so glad to be here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to fly to Taiwan and join this club 能想的大家都知道 仿生学原本是一门专业的科学 但是在最近的这15年以来 可以说是快速的保护了全世界特地 那么基于38亿年以来的发展经验 我们从这些自然设计当中 他们教导了我们如何吸取能量 修正物质的使用方式 并且消除毒素 甚至如何在对清人当中转为是潜力机会之道 因此黄生学更被我们哈佛商业评论 宣示为20个顶尖突破新企业概念之一 那么在今天的论坛当中 我们也收到了许多特技 稍来花满的祝福 包含了像是李前总统 灯辉先生 爱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耐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台湾新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台湾的产观学界呢 都对于我们仿生学的发展呢 特别的重视 在今天论坛的一开始 我们非常荣幸要特别欢迎到 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洪德森博士 上台来为我们资词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掌声 欢迎我们来掌声 欢迎我们来掌声 欢迎来掌声 《黃森科技論壇》 Mimicry International Forum 今天呢 我們有非常大的聖誕話 我了解超過師範會這位置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懷疑 非常exciting的心情 來參加這個論壇 好幾個世紀以來 我們人類工業的發展 科技的發展 造成兩個很大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資源慢慢地枯減 第二個就是 目前非常關鍵的全球 就是地球文化 就危機兩些大事情 那麼面對這樣一個混淨 那麼我們開始就是去檢討 開始一個緩施 那麼科技造成一個污染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原先的自然 原始的自然 它是它本身的一個機能存在 所以科技的污染跟原始的自然 那麼就是我們人類所想選擇的兩難 那麼如果能夠融合生物的演化 38億年前剛才主持人的講到的時候 那麼的智慧呢 這是形成的所謂的 就是一個仿生物科技 這個Million塊 這個Million塊 那麼這樣子的出現呢 就帶給人類的一個新的希望 那麼台經院呢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中原院事物多樣化 研究中心工業院的IPA 以及依奉生技農業公司 農業公司的共同舉辦 這樣的2014年的國際防生科技的論壇 那麼我們就特別的邀請到國際防生學 這個全威人 Jenry Bails 勇氣發展不是夢 是那種最好的 防生學跟全球的女學之道的探索為主義 那麼其初這個防生融合科技 將於堅復的恢復 人類跟地球生態之志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各位 大家很熟悉 東方人常常提到一記 就是說天人合一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天人 其實是主展人類整個生產的過程 人的歷史 所以這個是跟東方的哲學 其實我們相符合的 那麼 本人代表這個主辦當委員在手的感謝 我們托瓦魯大使陶敏德 以及大使夫人 工營業的蔡經業董事長 農糧室的陳建彬副市長 行政院科技廢保辦公室的 此貴珍主任 農衛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 彭恒朱副主任 台大生物產業基電工程系的 崑虎教授 新臺灣國策 智庫的吳榮穎董事長 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 黃山內董事長 新臺生技農業公司 楊昊董事長 以及在場的 大約超過近500位的 專家學者 各界的精英 政務公協的代表等 議會 我們共同研討 臺灣防生經濟的難途 來見證我們談第一個 防生科技化的學會 籌備處理的成立 過去十五年來 由於氣候的變遷 跟地球的污染 這個報道越來越多 那監禮指出來了 這個自然界的運作 其實經過三十八億年的變遷 那麼 如今環繞在我們身邊 就是各種勇氣生存的秘訣 人類不是地球 生態唯一的輪流者 因此 我們這世紀大部分的科技的發展 都歸共自然所啟發的 創建貢獻 工程師或者科學家 尤其在自然界當中 找到的 防水 航空利息 太陽能力驅動 燈等 更多的這個設計和靈感 殘酷使人類在經濟性感中 尋求獲得 永續發展 知道 永續的成果 永續的生存 永續的發展 因此呢 美國 歐洲 中國等 我們國際的發展 仿生 這個科技 那麼 誇越 各產業 領域 並且之間帶來它的影響 譬如說工程 材料 建築 廢氣物管理 以及資訊 科技 等等 其中尤其是 製造業作為的先駐 那麼 目前呢 以仿生學和基礎的設計製造過程 將比傳統生產方式能夠省下更多的原料 提供更好的現狀 為我們地球分子作為一個豐富多樣的原料的示範 仿生產業在台灣的潛力剛開始 能來開發 那麼可以借助產業經營整個學界變化的力量來追動 使得仿生學可以在經濟環境中呢 從一個未成熟產業的角色 其實當然可以說是剛開始的這個產業的角色 那麼進行改變市場的遊戲規則 還能夠建構到環境永續跟經濟成長 那麼希望我們建立過 屬於我們台灣的黃生經濟盤圖 希望我們這次的這個論壇能夠 為人類創造更健康的生活 這是很大的一物料 同時我們計畫台灣的不足的潛力 跟機會 那麼透過未來的合作 讓我們台灣也 站上世界 仿生科技的舞台 在此 我與我們今天的大會圓滿志工 謝謝大家